7月18日,邓超在微博发布长文,记录自己的新片上映的所想所得。 文中,邓超调侃自己有过短暂的学霸生涯,还自曝当过英语科代表,曾因调皮差点被学校开除。 他写道,真的当过英语科代表,初中到了叛逆期,各种调皮,学校要开除我,我妈妈冲进教室愤怒辩论。 我相信我后来所以没有走错路,是因为那天下午妈妈对我的相信。 非法娱乐,时事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